大家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深度学习基础介绍 机器学习课程第三阶段的第二节课 那么在上一节课中呢 我们跟大家介绍了 Decision Tree 也就是决策数的算法的基本原理 在这节课呢 我们就结合Python的机器学习的Crew 给大家详细解释一下 我们用Python如何来写程序 来运用Decision Tree解决实际问题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节课的大纲 我们讨论决策数的应用 所以这节课啊 整体我们这一门机器学习的课程 我们都将主要使用Python 给大家来演示各种程序 所以呢 我们要求同学们有一定Python的基础 那么在麦子学院的另外一门课 我专门给大家讲过一门课 叫Python语言基础 这个课一过五个课时 所以同学们可以去听一下啊 作为这一门课的一个前置课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 这个决策数 应用我们用到一个Python里面 非常强大的一个机器学习的酷啊 叫Secure Learn 那这个酷的特性呢 是它可以简单高效的 进行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的分析 而且对所有用户开放 根据不同需求 重用度非常高 而且呢 它是基于 它是基于这个numpy numpy,scipy和metplotlab 这几个package 这几个都是Python里面 非常强大的科学计算的package 而且这个 这个scikit-learn啊 简称sk-learn 这个sk-learn呢 这个酷呢 它是开源的 而且可以达到商用级别的可靠性 是获取这个BSD许可的 所以呢 这一节 整个这一节机器学习的课程 我们都将大量的使用 这个sk-learn的这个酷 进行各方面的 数据分析 好 然后简单介绍一下这个sk-learn 它覆盖的问题领域非常广啊 就我们之前谈及的这个 机器学习的几个领域 它都覆盖了 比如说分类问题 classification 回归 regression 剧类问题 clustering 包括降维 模型选择和预处理 都可以 使用这个sk-learn 好 那我们先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这个sk-learn 一些必要的package 和库的安装问题 那么 同学们 如果对这个python上的这个额外的包 安装有问题的话 请看 之前我讲过的python的基础课程 的前两节课 就跟大家介绍 如何安装各种各样的包 那主要的方式呢 其实就是 一个是通过pipe 这是一个对python不同的安装库和包的管理的一个系统 叫pipe 可以通过windows 这个秘密行直接进行安装 但是呢 python3.0以上的版本直接支持pipe 否则的话 您需要安装这个pipe 还有一种管理package的方法是通过这个easyinstall 当然呢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总是可以通过直接下载这个windows下的安装包来进行安装 比如说我们需要安装sk-learn 我们就在google里面直接搜sk-learnwindowsinstallerpython 就可以找到这种安装包 好 这个sk-learn安装好之后呢 我们需要安装一些其他的package 因为这个sk-learn 它用到了这几个package 比如numpy sipy 和matpoplab 那么为了更加方便呢 推介大家使用一个python的科学环境的一个系统 它叫anacoda 它是一个python科学计算的一个环境 所以只需要安装这一个包呢 它会一面内建包含了很多很多常用的这些package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在额外去安装这个numpy sipy等等 那这个anacoda呢 方法安装方法就是我们直接取它的主页 我们比如在google上搜一下这个anacoda 是吧 然后呢 我们直接可以取它的主页下载并安装 它也包含了python的interpreter 好 因为之前我就是安装了这个包 所以我们在下载之后直接来安装 这个包安装好之后呢 在我们的本地的文件上呢 将会产生一个路径包含所有这个anacoda的这个文件 我们看到我们产生了一个这个anacoda的文件里面 这个呢就是python编辑器 它用的是2.7的版本 所以呢我们在之前python的课中也讲过 在eclips pydive的环境下 我们将把这个 环境的编译器加到这个eclips和pydive的环境下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使用它了 所以呢在这里我已经配置好了 跟大家可以快速的演示一下 就是右击这个创建好的项目 然后大家看到 在这个pydive有一个选取编译器 这时候我们如果没有的话 可以点取编译器并且添加 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个anacoda的编译器所在的路径 然后完了之后我们选取 之后直接确认 我们在这里直接确认就可以了 好的 那么在安装完这个anacoda 以及相关的包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怎么通过python的程序 来解决我们来使用这个decision tree 就是我们自己写一些预处理的代码 并且结合这个sklearn里面的decision tree的这个包 直接来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上节课中谈到的那个例子 好我们看一下 因为我这机器上已经安装好了sklearn 我们安装好之后呢 我们需要导入几个modular 一个是这个叫dict-vacetizer 这个是用来干嘛的呢 是用来 因为这个sklearn它对这个数据的输入的格式有一定的要求 也就是说它只支持这个integer 就不能是一个categorical variable 就是说它不能是一个这个类型的数据 它是一个整形的一个数据 所以我们以后要通过一个转化 要利用到这个dict-vacetizer 以后我们会详细解释 然后我们会把我们的原始数据存在一个csv文件里面 所以我们importcsv 还有几个preprocess 我们用到decision tree 所以我们import这个tree 然后呢 xlearn里面还有一个 通过string.io 我们有一个读写的过程 所以这是我们用到的一些包 好 我们现在想起给大家同学来一块 来过一遍这个代码 之前我写的这个代码 我们看一下就是说 我们怎么来通过python 以及它支持机器学习的crew 来运用这个决策数的算法 好 首先我们的问题 这个定义是这样的 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上节课我们给的一个范例 要提醒一点 就是说在安装的时候 同学们注意一下 你使用的python编辑器和你系统的 是32还是64位的 当你安装这些包的时候 要保持一个吻合 好 我们看一下 上节课我们这个例子 好 我们就这节课来学习 如何使用python来解决 针对这个例子 来创建一个decision tree 并且来进行预测 好 假设我们安装好了 所需要的所有的package 酷 现在呢我们需要 还需要安装一个叫graph-wiz 这样的一个软件 它是做什么的呢 就是说我们当python把这个decision tree built好之后 它可以帮助我们直接来可视 把生成的这个dot文件 转化成一个pdf文件 可以直接来画出来这个decision tree 是什么样子的 也是非常好用的一个可视化的一个工具 我们看一下 我们可以到它的官网上 直接下载 这个程序 安装完之后呢 我们需要把环境变量添加到 windows的这个path里面 好 所以呢 在这个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 进行转化 因为之前我已经添加过了 大家可以看到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安装完之后呢 我们记住安装的路径 然后把这个graph-wiz 它exe文件所在路径 添加到这个windows环境变量里面就好了 也就是在我的电脑上 它装在了这个 呃 x86programsfiles这个文件之下 然后你底下这个graph-wiz有一个b文件 把这个类似的这个 路径添加到你的windows的环境变量里面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windows的命令行 来转化dot文件到pdf文件 好 之后我们会给大家详细演示 好 现在我们来开始看一下这个代码 好 这个例子呢 我首先进行一些预处理 就是我把这个例子先输入到一个csvfile里面 也就是说我们假定我们的数据是根据一个csvfile的格式来的 好 我们先展示一下这个数据源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用这个excel来看 也就是说我们只是把原始的数据输入在一个csvfile里面 好 我们python开始进行处理的时候呢 就从这个读取这个csvfile开始 好 我们现在来看同步的看一下 好 也就是说我们应用到一个csvfile的reader 所以我们importcsvfile 这个呢 这个包是python自带的 所以我们不需要安装 所以我们起一个代料名叫all electronics data 也就是说这个我们使用到数据的 我们open这个csvfile 然后呢 这时候呢我们就把文件这个数据读取进来了 读进来之后呢 csvfile自带了一个叫reader 这样的一个方法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reader呢 就把csvfile里面的这个 可以按行的读取它的内容 好 下面headers 就是reader.next 这个headers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来可以看一下 我们先给大家打印出来看一下 也就是我们定义的这个title这一行 大家看到 就是我们定义的第一行header 好 在这之后呢 主要给大家讲有三个步骤 第一步呢 就是说我们需要 对这个 因为 sklearn 他对 这个decision tree 决算数的实现 已经是实现好了 但是呢 他对这个数据的输入 有一个 模式上 或者说叫 它的格式上的一个基本的要求 不能我们只用 直接使用这个原始这种 这种格式的数据 所以我们需要 需要进行一个预处理 好 这前面的代码 我们都是进行一个预处理 在预处理之后呢 我们直接可以利用这个 sklearn 里面自带的这个 decision tree的这个分类器 进行模型的创建 也就是来build 来构造这个 决策数 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 可视化的看这个 我们建好的这个 decision tree 也就是决策数 并且来进行预测 好 那我先解释一下 这个 sklearn里面的decision tree 或者说 sklearn 它的广泛来讲的话 它对这个数 数据的input 也就是输入 它有一个具体的要求 它要求就是说 我们所有的这个 features 也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特征值 或者叫属性 以及我们的这个类 它的值呢 都必须要是一个 数值型的值 而不能是这种 categorical data 也就是说 不能是这种类别的值 所以我们要进行一个转化 怎么转化呢 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说 我们先要把数据 转化成这样一种类型 假如说这是一个age age它下面有三 三种不同的数值 是吧 老中青三种 所以呢 我们不要把它转化成 这样一种格式 就是针对age 我们有三种 那我们就说有青年 我们有这个mate age 是吧 然后还有这个senior 我们要搭建一个矩阵 但是它是以01 也叫dummy variable 来代表这几个值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假如第一行 它的这个年龄是young 所以它在这里是1 那middle age和senior 它不是这个中年或老年 所以这两个都是0 大家注意哦 我把这一维的对于age来数 转化成了一个三维的一个量 然后呢 income也同样 在income这块呢 我们有几个几种数值呢 high,medium和low 是吧 所以呢 我们这个income也就变成high,medium和low 然后我们通过01的方法来指明我们当前的这个例子 它到底是哪一个income 好,因为是high 所以这high是1 然后medium是0 low是0 大家看明白这个意思了吧 然后意思类推 所以在student这一行 因为我们有两个值 一个是yes 一个是no student这一行 所以呢 我们有这个yes student 还有no 你第一个人呢 他不是student 所以我们在yes是取0 他不是student 所以在no这取1 好 接着来 对于credit rating的话 我们有两个 是吧 一共有两个 两种取值 一个是fair 一个是excellent 所以呢 我们打一个fair 一个excellent 所以在fair这我们取1 因为我们这一行 它的credit rating是fair 然后呢 不是excellent 所以excellent就是0 然后 对于这个class label也是同样的 因为我们这里有是一个binary 就是二维的一个分类 那么我们需要把这个stream 就是它字符型的数据 这种格式转化成0和1 所以呢 现在我们假如说no变成0的话 yes就是1 好吧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by 大家看到 对于第一行数据原始的类型 是这样一种类型的 我们现在转化成了下面这种 以01 这种叫dummy variable 为代表的这种数据格式 所以我们需要把每一行 都转化成这样一种格式 这样才能根据我们的 sklearn的文档 这样满足它的一个数据格式 可以进行模型的创建和学习 好 所以我们前面大部分的代码 其实都是为了转化 但是sklearn里面自带了一种包 可以帮我们直接进行转化 而不需要我们 有的工作 不需要我们手动来完成自己写代码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哪些 我们怎么样把这样一个原始数据 转化成 这种形式的数据 是吧 好 我们现在结合代码来看一下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建两个list 在python里面 我们需要建两个list 第一个list 我们来装取feature 也就是说 我们来装取 不算最后的分类 剩下的这个特征值的这个information 然后我们还有初始化一个变量 叫做labellist 顾名思义 就是我们要占另外一个list 来装下这个class 类别01的这个值 所以呢 我们来循环 对roll 也就是说对于我们reader 我们刚才对这个csvfile 创建了一个reader 就是每一行 我们可以便利这个csvfile的内容 每一个roll呢 就是一行 然后呢 我们现在首先 把这个labellist 加进去 也就是说我们取 每一行的最后一个值 大家看到 取每一行最后一个值 也就是说 取每一行的最后这个classlabel 然后呢 把它加到这个labellist里面 好 然后呢 我们还创建了一个 值叫rolldictionary 就是说我们对于每一行来讲 我们要取这些值 我们要取这一行的特征值 当然第一个不算了 因为d只是一个id 我们要取这四个特征值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一行内 我们在便利这四个值 也就是i从第一 也就是第二列开始 age这一列开始 到这一列 所以呢我们就 把创建一个python里面的数据类型 dictionary字典 在字典里面呢 字典它的key 就是 它对应的这个 是哪一个属性 比如说age 然后呢 它的具体的值呢 就是我们从这里面取出来的值 好 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完成了 创建了两个list 是吧 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label list 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rolldictionary 就是我们的这个feature list 就是我们的特征的值的字典 我们为什么要建立这种list的类型呢 其实是这样 是python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模块 它叫dictvectizer 它可以将如果有一个 已有这个 一个字典里面全是dictionary list类型的数据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调用这个方法 直接把它转化成这种01的dummy variable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工作 就是把原始数据转化成一种 一个list 包含有字典的list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转化成什么一个形式 我们答案出来看一下 也就是说我们第一阶段 转化的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后面的全部来注视掉 看一下我们第一步完成了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转换 根据它python本身的文档 我们需要创建一个list of dictionary 也就是一个单一的list 但是它里面包含有很多字典 每一个字典是一个对应关系 我们现在看一下 我们把之前的code 都common out 我们看一下feature list 是一个什么样子 我们看到哦 这个feature list 我们放大看一下 所以总理来说 大家看到我们是一个list 是吧 箱头是这个方括号 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大家记得是吧 这个大括号指的是一个字典 每个字典什么内容呢 也就是说一个值key 它对应的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这个title 是吧 比如说第一 它这个顺序有所改变哦 横向的 这没关系 所以就是说我们首先取的 比如说第一个字典里面 credit rating 在这儿是吧 它的值冒号后面跟的是值是fair 好 这是一部分 在下一部分呢 我们第二个条目 也就是说在一个字典里面 第二条目对应的是这个age 对吧 就我们取到这个header 它的变量名和它的值是年轻一样子 第三个student know 所以大家看到 这一个字典对应的就是我们原始数据中的一行 所以我们需要把每一行转化成一个字典的形式 然后把这些所有字典放在一个list里面 我们转化成这种形式是为了直接利用python给我们提供的模块 可以把这种形式的list直接转化成001这种格式 好 那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的代码看到 我们现在通过这个便利 这个csvfile的每一行 我们已经建好了这种形式的feature list 这个raw list 这个label 对于它class label这个list是相似的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我们怎么利用python的这个本身提供的dict vacetizer来进行转化 我们把它反注释掉 好 我们现在看到 在这里呢 我们已经产生了这个label list和feature list 随后呢 这也是根据python pylearn里面提供的这个dictvacetizer的文档 我们直接先有一个实力化 我们要有一个vacetizer 然后呢 我们直接在这个vacetizer这个对象上 调用一个方法叫fit transform 里面填入的这个参数呢 就是我们之前建好的一个feature list 这样呢就直接把它转化成 这样我们需要的这种dummy variable格式的一个matrix 非常简单 两行代码 然后我们打印出来可以看一下是什么样子 对于这个dummy x来讲 好 我们把后面图示掉 大家看到我们就得到了我们想要的这种格式 也就是说把它转化了成了0m的格式 我们想要的这种目标格式 好 那这是对于feature 也就是对于特征值来讲 那对于class label 也就是最后这一列来讲呢 是几乎同样的方法 但是在这个python里面 它专门提供一种把这个class label 也就是类的这个标记这一列转化成01的方法 也就是我们直接用一个preprocessing里面的一个模块 叫label binderizer 通过对它来进行调用feature transform 我们填进去的本来是01的 把它直接就转化成了一个我们需要的格式 好 在这两步完成之后呢 我们已经对于x和y 也就是dummy x和dummy y 都符合了piler里面的分类器的格式 所以这是我们直接可以利用这个skelearn里面的trade下面的decisiontradeclassifier 这个分类器 直接来进行build的这个model 也就是说我们来创建这个决策数 首先第一步呢 我们声明我们要创建一个classifier一个分类器 这里大家注意一下 这里面有很多参数可以选取 具体的参数我们可以参照它的文档 可以参照这个文档来看 这时候呢我们因为之前学到的 我们大家还记得我们的选取属性作为节点的时候 有一个度量方法 它就决定了是哪种算法 我们之前上节课讨论的id3 id3 它是选择了一个这个信息商之间的差 信息商也就是information gain 就是两个信息商的差异 来进行作为一个度量标准 选取哪一个属性 是作为我们构建这个数的这个节点 所以呢在这里 如果我们不做任何指名的话呢 那么根据python的文档 它这个decision trade分类器 它默认使用的是gini index 也就是说它使用的是cart 这样一个算法 那我们现在想验证一下 我们现在使用了这个 我们想使用这个entropy 也就是说用这个information gain 来作为这个标准 也就是用id3的算法的标准 所以我们把它指明 我们用的criterion是entropy 也就是信息商 好 在声明了这个变量 也就是这个classifier分类器之后呢 我们就通过调用 第二fit 这样就是我们来建模 我们要填入两个参数 第一个就是我们之前建好的这个数据 features 也就是说我们的特征值的这个metrics 也就是说 这就是我们的矩阵 y呢 是一列 也就是说我们之前转化好的01的这一列 把这两个参数填进去以后 通过这个fit的调用 我们将构建出来这个决策数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决策数 是什么样子啊 如果我们再不这个把它画图出来的话 我们看一下 通过python的print 我们可以打印出来什么样的information 什么样的信息出来 大家看到这显示了这个 我们要建的这个decision tree 它的基本的一些参数的设置啊 这也是默认的参数 除了这个不良标准 我们指明要用信息商之外 别的都是默认的参数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 我们这时候可以利用python里面的 之前我们提到的这个graph this 这样一个模块呢 来把这个我们建好的这个tree 也就是说这个clf 把它可以打印出来 这个tree它每个节点是什么样 怎么来分的 而且我们可以通过plot 就是通过它里面的 产生一个dotfile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 创建一个dotfile 然后呢通过decision tree下面有一个导出 并且画出这个decision tree的这样一个函数 把它直接画出来 但是这里面大家注意一点 因为我们之前进行那个数据的转化 也就是说原始的这些属性呢 它被我们变成01了 那么在我们画这个decision tree的时候 如果我们要还原之前我们所定义的那四个feature 也就是说我们在数据转化之后 我们把原始的这些数据转化成1010这些了 现在我们在画这个决策数的时候 我们需要还原到过去的这种这四个变量它的名字 也就是age income student credit rating 我们需要填入这个参数 也就是说我们把feature names要返回 .dot为拓展名的一个文件 也就是存储了我们所创建的这个决策数的所有信息 这时候我们把它写出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结果 好我们先把下面这个comment out 写出的结果是个什么样子呢 写到我们本地的硬盘里面 我们可以查询一下 我们在这个路径下 看一下这个dot文件是个什么样子 好我们刚才写的是这个文件 information game 大家看到这就是我们 build好的 创建好的decision tree 它告诉我们每一个节点 第一个节点 也就是根节点用的是age 然后它的这个 取值范围 因为这里大家第一点 它用的0.5 但是其实这里面age 其实指的就是说 我们age还记得有三个分类 就是老中青 它小于0.5 指的就是符合这个中 就是属于中年人 如果大于就属于另外两类 就是青年和老年 好 这种方式呢 我们已经把decision tree 已经构建出来了 并且可以看到 但是呢 它还不是非常直观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个 我们刚才谈的这个graph with 这个工具 把它这个dot文件 现在这个dot文件 转化成一个pdf文件 并且直接通过这些信息 把这个decision tree 形象的来画出来 好 这个方法是这样 我们刚才给大家讲了 我们已经 我们已经下载了这个graph visit工具 是吧 然后呢 我们把环境编量加进去了 这时候我们在windows的command line 里面直接输入这样一行命令 也就是说一个转化 转化的命令 我们需要把这个dot文件转化成pdf文件 就是通过这一行命令 就是通过这一行命令 dotpdf 当然说 这里面的原始文件的路径 我们填进去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 我们存储的这个pdf的路径 转化成什么样 我们再转化成后面 我们要的这个output.pdf 通过这样一个调用 在命令行 通过这一行调用呢 我们就可以 把dot文件转化成pdf文件 好 因为我之前已经转化过了 所以我跟大家直接看一下 我们现在转化的结果 转化成pdf文件之后 我们看到 就生成了我们想要的这个决策数 大家看到 好 第一个节点过我们之前手算的一样 它的信息商是0.94 我们选择的是age 所以年龄作为第一个节点 随后呢 它又如果在年龄是属于 这个middle age的时候呢 我们就当它是true的时候呢 我们就直接 结束这边的一个构建过程 因为所有的数据 它都是属于 要buy 要买这个电脑 是吧 所以我们这个sample的意思 另外一方面 它有 买和不买的两种类 所以我们要进一步分 根据这个 比如说 credit rating 或者是 后面根据它是income 大家看到这个数 跟我们之前手算的数 有小的区别结构 是因为 这个decision trade数的 build的过程中 有很多很多参数 我们之前呢 手算的时候 是根据 没有优化的参数 但是在sklearn里面 它有一些参数 已经自己优化好 所以 build出来的数 跟我们之前手上 有细微的差别 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过程 好 这就是用python sklearn的package 如何解决实际问题 用 decision tree id3的方法 来解决一个 实际的数据集的分析 那么在这个 build完这个数之后 我们能干嘛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 进行预测 假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数据 有一个人 我们要预测 他是不是要买电脑 那么我们就可以 用过predict的方法来 来预测 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些代码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 假设要造一个新的数据 要给他告诉这个 decision tree 我们是 怎么样一个信息 作为一个输入 也就是说我们有一行新的 数据 要知道最后 它这个class label是什么 那么我们同样 如果 我们手动来看的话 对于我们已经build的好的decision tree 我们就可以直接来 从上往下走 假如我们有一个人 他的age 如果是middle age的话 我们就知道 他已经是一个要买电脑的 如果他不是middle age的话 我们再看 他是不是一个学生 所以我们根据 从上往下来跟随这个 角色数 我们就知道 他最后的分类是多少 那同样在程序里面呢 我们可以通过predict这个函数 来选择 好假设我们现在取 我们之前放入的那个 x面的第一行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取这一行 我们为了简单 我们取这一行 因为我们的数据类型 已经转化成01那种 转化好了 所以在这一行取出来之后 我们假设改做点改动 也就是说我们之前先看一下 我们取出来这一行 我们取出来的这一行 好 这个因为我们文件刚才打开了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把它先关闭 好 我重新运行程序 我们把结尾的这些都注视掉 我们看到我们取出来这一行 就是我们对于之前原始数据集第一行 转化成01的dummy variable的格式 现在假设我们做一个改变 我们有一个新人来了 我们它原来对应的是一个 因为我们看到原来对应的 它这个前三个数值 它对应的是一个age 是吧 就是middle age senior和young 它本来是一个001 也就是说它是个年轻人 那我们现在想把它改成110 说明我们有一个新的数据 所以我们就把第三个值和第一个值改一下 我们有一个新的变量 对吧 我们新的变量叫new row x 先把它等于原来的第一行 然后我们把第一个值和第三个值改一下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一个人的属性 从年轻人变成了一个中年人 这时候我们通过这个人 我们预测一下 如果是这个新人进来之后 他最后预测到了这个class label 也就是目标的标记的话 是买还是不买 原来的话我们看到 它是0是吧 它是不买 我们现在把它变成一个中年人了 好 看一下 好 变成1了 prediction是买 所以根据这个pred 做了好的税 他已经可以成功的预测 每一个新的人 他倾向于买还不买电脑 就完成一个对类别的预测 好那总结一下这节课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了 针对python sklearn的这样一个包 如何进行decision tree算法的应用 那么下一节课呢 我们将给大家开始介绍 提起学习评论里面的第二个算法 也就是nearest neighbor 临近取样的算法 好这节课就在这里 好 是 感谢观看